今年1月紫一志工陪同軍方人員 前來勘察 校園環境凌亂 桌椅都有損壞 從屋頂到地板都因年久失修 而不堪使用 尤其最大的問題 只要一下雨就必須停課 最重要的是 一開始是一開始 一開始是一開始 因為一開始是一開始 一開始是一開始 所以每一開始 一定是一開始 兩年前就沒有學生願意來上課 被迫關閉 歷經十個月的整修 卡爾蒂卡幼兒園有了不一樣的風貌 藍色的屋頂 灰白色牆壁 還有全新的桌椅 戶外空間也變得乾淨明亮 除了硬體 在獅子上也會更好 在學校也會更好 現在有獅子 我們也會學習 怎麼獅子 獅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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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要幫忙 我們要幫忙 我們幫忙 我們幫忙幫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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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修後共有九間教室 一間辦公室 以及三間工作室 社區居民對幼兒園的開學 也再次充滿期待 大安新聞不得力 加朗不明報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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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